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愚賴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和朋友 能夠認識到多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化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網上聽眾大家好 好了 那我們今天會說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說輕化油 OK 好了 大家可能都最近 我說最近都是說近一年來 香港有很多食物的標籤法出現 其中有一個標籤法 就是他們說明要標籤油的含量 還有很強調有一種叫做反式脂肪 Trans fatty acids 好了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食物的標籤 有時我們經常都看到一個字眼 叫做hydrogenated oil 或者叫做氫化油 有時有一個字叫做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 那好吧 如果你問一般人 如果你問一般人 這個什麼叫做hydrogenated oil 氫化油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答不到 就是給不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雖然我們過去有些所謂通識 就是有些通識教育 我們所謂讀by all 當然了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這樣說 在普及的教育裏面 都所謂讀的失脈學 但很可惜我對於讀的營養方面 對健康有關的資料 在過去其實很少 我不知道將來 所謂通識教育裏面 有沒有說包括健康的資訊 那我感覺上就不覺得有 這個始終好像是 健康的資料 不是一般人應該知道的 有什麼事起來 就最好靠專家幫你處理 被找醫生好了 你又沒有自己來 其實這個很糟的 那麼你看到 今時今日在這種這樣的制度之下 我們人的健康是越來越差 醫療費用不斷地上升 那也都到了我們醫療 基本上就破了殘 那所以呢 我們真真正正是 想重拾健康呢 我們是需要自己呢 是開始是積極去認識 健康是由哪裡來的 那就是很明顯 健康是哪裡來的 是我們那個 自食 飲食習慣 是不是 我們吃什麼 You are what you eat 是不是 大部分人呢 我們叫做呢 拿牙齒在那裏自掘墳墓 萬聖自掘墳墓 因為大部分人呢 吃的東西都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問題的食物來的 好了 那如果你是看回現在 一般的食物那些標籤裡面 就是很多我們叫做 package food 是包裝過的 或者是加工過的 process的食物呢 他會經常有這個字眼的 叫做 vegetable oil 植物油 或者是partial hydrogen 它通常要植物油 是 那其實真真正正 什麼叫植物油呢 其實背後呢 是真正的 是什麼來的呢 是一種叫做氢化油 嗯 好了 那我們相信呢 大部分人呢 如果你被問及 你認識什麼叫做氢化油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呢 就是blank的了 空白一片 他根本就不會說到什麼的 Diana 我知道呢 你去澳洲呢 都讀過營養學 是的 也拿了他們那個 Sexy的一個課程的文品 是的 好了 我想知道了 就是在現時的 這個講近年的時候 不是很多年的 你還很年輕的 所以你是剛剛才讀完 就是營養學 我是那間的Sexy的那個水平的 那你對於油這方面呢 其實 教得多不多 或者學得多不多 不多 譬如 只是很皮毛 就是很皮毛 就是輕輕賴過 他沒有那麼深入去說 哇 這個反式脂肪 是對人體是那麼有害的 是 我們都 都講過了 就是一般的醫生 一般的西醫 在他那麼多年受訓的過程裏面 其實很少接受到有關營養的 所以我經常都 有些人說 有什麼事情 你要請教你的醫生呢 其實這個是很荒謬的 因為醫生對這方面的受訓 其實一樣很少的 那你說了 在澳洲下這個先進國家 你近年去讀過營養方面 讀到碩士的水平呢 其實說那個油的問題 也都很少很少提及 是啊 好了 那我們或者和大家 就是 由最基本的資料開始 是吧 那到底什麼叫做氫化油呢 Diane或者你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基本的是什麼叫做氫化油呢 那以我所知 它是經過高溫處理的 一些人造的油 那例如是棕櫚油 那它會是令到別人吃了下去 可能是消化不到 吸收不到的 那結構方面是怎樣呢 它有什麼結構呢 就是它到底這種的成分是怎樣 就是它基本的化學結構是怎樣 它就是和這個飽和脂肪不同的 那詳細一點就請原醫生和我們說一下 那我們就看到 這些我們叫做脂肪呢 其實脂肪的結構是什麼呢 它是一連串的 我們叫做那個carbon chain 那中文叫做碳連 那就是一連的 那就是它有大概十幾個 有十五、十六、十七 一般天然的脂肪 那到它植物的脂肪呢 其實會比較的chain 會長一點 有差不多可能成三十個碳的原子 就是組合而成的 那在這個 你知道一個碳的原子 它有四個組合點的 那就是你看到 如果一個碳的原子 它有四個組合點 就是接觸點 那碳與碳之間 碳與碳一連串那裡 就是起碼有兩個接觸 就已經用了 是吧 那其他那些接觸地方呢 通常呢 它就會有些chain 就是chain的原子 那所以叫做hydrogen 好了 譬如你那個碳 是有三十個碳的分子的 那你變成呢 有很多的地方呢 是每個碳有兩個地方去接觸 可以吸收其他的 譬如養的 好了 如果你將那些養 就是接觸了 連接了這些 那個碳連的 凸出來的那些所謂的接觸點呢 那如果是全部用了那個 我們叫做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 即是說呢 它那個碳呢 那個碳連呢 已經完全是被養分子 全部是充失了 好了 那不飽和呢 即是說呢 譬如有三十個碳連裡面 那有時候呢 它未必完全用了 即是四個接觸點 有時候呢 它有些地方是沒有用到的 那可能有兩個地方 或者有四五個地方 那如果是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用到的 我們就叫做什麼 叫做monosaturated 單飽和脂肪 那如果發現有三四個地方 都是沒有用的 即是沒有被養分的分子 是充失了 我叫做 那我們就會出現了 叫做不飽和 即是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好了 那這個一般碳那個 就是那個油那個組合 那個分子的組合 那但是我也聽到它叫做什麼 叫做反式呢 Trans fats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Trans fats 是什麼 什麼叫Trans fats 這個就更加難 就是很多人更加難 難明白的 那原來呢 那原來呢 在我們的自然界出來的那些 那些油的那些 molecule 那這個組合呢 它是有一個我們叫double bond double bond 那它有不同的double bond的時候呢 那它那個養分的那個 molecule 那是通常會傾向於一邊的 那形成那個那個 那個所謂那個脂肪酸那個 那個分子的 molecule 是成為一隻好像一個旋形的 一個彎彎的好像旋形的 我們所謂叫做Sys Sys configuration 就是它那個組合呢 它那個 怎樣叫做 就是三個dimension的組合 的stereoscopic的組合 我們叫做 是一種叫做Sys 就是它呢 是質向於飽和會 是一方面的 但是呢 是一個人造的 這個的油裡面呢 它就不會好像自然界呢 是將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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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原子呢 是偏側在一邊的 就是它可能 左邊有有 右邊有 左邊有 右邊有 就是兩邊都有的 那就是叫做trans 就是說呢 相反方向都會有的 那就是說呢 在我們那個自然界呢 我們可以有特別的製作過程 那將這個的 所謂脂肪酸呢 那個組合呢 是傾向一邊的 那成為一種船型的 一個C型 或者船型的 但是這個 在一個 就是在一個人造的環境裡面 我們控制不到 嗯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那個氫分子 或者氫個原子 是應該向哪一個 的炭那個 那個分子去去接觸的 那所以變成是兩邊都有了 那變成造出來的那個 那個脂肪酸呢 是變成反式了 就是其實transit兩邊都有的 那所以變成它的那個 形態呢 就不是一個旋形了 是一個 就是一個 X型 交叉型 Z型 那樣 那 那個 那個問題呢 就說呢 我們身體的細胞呢 我身體有脂肪 就是我身體有很多脂肪的 那麼我們身體的脂肪 要用那個時候呢 是用什麼呢 是用那個天然的油來組合的 就是我們身體 就是身體當然有脂肪 那麼細胞膜的脂肪呢 如果用天然的CIS 那種形態的脂肪酸呢 那它做出來呢 它那個細胞膜呢 就很正常地做到出來的 那結構上的 但是如果你加上trans呢 其實它細胞膜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搞到暖了 就是其實 我要需要一個 一個船型的磚頭 那樣 那大家可以拼在一起 那但是呢 你的那些材料呢 是卡卡叉叉的 就是不是一塊塊很整齊的時候呢 那它可以說呢 身體的結構那方面呢 就是有很多問題的了 好了 我們這麼多年來呢 我們人類的 就是那個進化過去裡面呢 其實呢 一直呢 都是未曾有足夠的時間呢 是來處理這些這樣的 就是反式脂肪 就是那種很新的食物來的 那我們人類過去呢 就完全是沒有接觸過這種食物了 那所以呢 對於 處理這種食物的能力呢 是很弱的 OK 或者 好了 我們再看看吧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種 這樣的 所謂叫做 輕化油呢 其實背後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 是一個商業的產品 是 用一些 例如棉子 棉花籽 或者我們曾經所說的 其他一些 植物的油 我們會是加一些 綠氣 綠氣 將它漂白 或者將它那個 然後呢 用一些化學物質呢 將它的味道呢 去除那些氣味 在高壓的之下呢 我們會加一些 我們叫吹煤劑 吹煤劑 吹煤劑是什麼呢 譬如鋁 Nickel 和Cobot 那這些呢 是全那種Catalyst來的 那跟著 在這種高壓的狀態之後呢 先將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油呢 是漂白了 除了那些味道 那跟著呢 我就用那個 氫氣 氫氣 就來轟炸它 那就出來的產品呢 就是一部分呢 我們叫飽和脂肪 那也有一部分呢 就是叫不飽和脂肪 那我們通常呢 就是用一些不飽和脂肪 因為呢 飽和脂肪呢 是一塊大塊 一個固體的 在那個室溫之下 是一個固體的 那但是呢 如果是一個不飽和脂肪呢 是變成一種油 一種一種液體的 那變成在我們的主床方面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好了 那 那你會問 那那是 那是否所有的油都是不好呢 那像在你學校裏面教你 那你有沒有教油都不錯 那當然有 那越天然就越好 那那例如是那個橄欖油 椰子油和有机牛油都可以加热 或者混沙律都可以 一般来说油不是所有油都不好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 我常常有很多叫低脂肪成分 外面很强调的 所以我们的标签法里面 都要说明脂肪成分有多少 其实给我们一种印象 好像说油是不好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印象 很错误的资讯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可以这样说 细胞是需要油的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膜是需要油的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结构是需要油的 我们的身体的荷尔蒙是需要油的 我们的身体的心脏的跳动也需要油的 我们的身体的凝血和发炎 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发炎呢 其实发炎在某种程度上 是身体的一种医病的手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经常给予一种信息 经常说要吃低脂肪的食物 全部都是低脂肪的制炼食物 经常给予一种很错的观点 其实油不是说不好的 其实什么油是好呢 其实你刚才都说了 比如能够煮的油是哪一种油好的呢 可以煮的 橄榄油、椰子油和牛油 牛油 不是胆固醇的问题吗 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也知道 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我们的胆固醇 是不是一个问题的 胆固醇的高低和你的中风 那个心臟的发炎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除了一些特别遗传性 高得很离谱的那些 一般来说 我们的胆固醇 其实我们身体是必需要的 营养的一种成分 好了 那么煮得的食物呢 我们就好的油 比如那个椰油 那个橄榄油 和牛油都可以的 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经常都不是的 经常给人一种误导 然后说牛油 这些油是不好 动物脂肪是不好的 这个椰子油不好 因为胆固醇高 那结果呢 我就开始就会销售了很多 这些所谓植物油 其实植物油之所以出现 其中一个好主要原因就是 食物公司想想想一下 有什么的办法呢 可以推销多些 赚分赚多些钱呢 好了 如果个人都用惯猪油煮食 用惯传统的 牛油 或者动物油 或者橄榄油 这是传统的食物 那就变成了 没有新生意了 所以他就想办法 制造一些另外一种的油 他就说植物油了 动物油不好啊 因为动物脂肪呢 就有蛋糕醇 有来到吓我们 有些饱和脂肪 其实呢 我们身体呢 需要多方面的油 即是饱和脂肪也好 不饱和脂肪也好 单饱和脂肪也好 其实我们都需要的 橄榄油呢 是很多呢 是什么呢 是很多单饱和脂肪的 monosaturated fatty acid 好了 有两种油呢 我们是不应该煮的 因为它是很不稳定的 是哪种油 我知道 是那个亚麻纸油 和火麻油 火麻油呢 叫羽油 火麻油呢 知道有时候也听到 以为是那个大麻 是啊 其实是火麻油 我们认识香港人都有 火麻油 即是火麻油 火麻油 火麻油 一种食品 一种甜品 那其实呢 在羽油呢 这种植物呢 在工艺上 是有很多很多作用的 除了是食物之外 还有作为油 或是一种纤维呢 我们可以做很多年 做衣服 做衣服 甚至乎呢 我们曾经有人用那个羽油 来做那个汽车的骨酱 哦 是啊 它的硬度呢 比骨酱更厉害 你直接用一个大锤 就是那些很巨型的大锤 它都不会掉 但是为什么没有用呢 当然 是和那个钢铁公司 是有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呢 那个羽油 一直都没有被广泛来应用的 但是当然 有时候呢 有些人误解了 以为羽油 就等于那个 等于什么 那个大麻油 其实我们所说 不是这种食物来的 好了 那或者我们都看一下 就是我们过去 在我们的食物历史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第一 我们知道 早期的我们的食物是靠什么 靠耕种 靠暴裂先 暴裂先 暴裂先 我们是一个 就是一个山洞洞穴 Caveman 来的嘛 那我们是一种柔木的 暴裂呢 还有呢 就是到处去採集那些 那些果啊 那些 打猎啊 那些 所以我们其实呢 人类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一种 暴裂的食物的民族 那大到一万年前开始呢 我们开始 开始有些种植了 会种植小物啊 种植那些 豆类啊 阿玛啊 阿玛子啊 那好了 当我们有种植的时候呢 那我们开始呢 就会懂得呢 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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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啊 就是不要整天要吃的时候 走去捕虐它们 不如养完它们 这样子 给它们吃多些菊啊 给它们的草啊 那变成了一种 可以自养 自养我们的动物 那所以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在那个 就是我叫做agriculture 我们开始有农作业了 出现了 那跟着呢 我又开始有一个 一个 技术上的突破呢 就是我们开始懂得灌溉 是 是 有一个大型的灌溉系统呢 那变成呢 那变成呢 我们的食物呢 是可以度多可以种 是吧 就是我们不用要问天打掛 看着有没有足够的雨水 那其实我们自己 可以用一种 就是水可以将 抽 就是可以运输到 它需要的地方 变成我们种植的能力 种植的范围呢 就要扩大了 是 那所以很多 我们叫做那种 就是plantation 很大型的种植的地方 于是我们的食物呢 就开始多了 当我们的食物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有些什么 要考虑一些问题 不然食物很多 嗯 吃不完 怕它坏要储存 对了 那我们怕它坏了 那第一种的储存食物 就是用什么工具 用盐 就用盐 那你可以用盐 来储存食物呢 可以追溯去古埃及的时候呢 它都用盐的 叶那些东西 有时候封干它 通常都用盐 那盐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我们人类食物里面呢 当食物充足 多到即时吃不完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呢 就会用一种盐 来作为一个 一个保存剂 那除了用盐之外呢 就是古时中有些什么 用什么的方法 用什么的方法 用烟分 是的 烟分它 那就是令到它可以 就是又是可以一种方法呢 令到它呢 就是食物是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好了 始终呢 这两个方法呢 都是有限的 是不是 当我们的地方 就是人口扩张了 公义革命 令到我们的地方 大了人口扩张 那我们的食物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要经过很长途的运输 是将某个地方 去种植的地方 是运输到 去其他地方 例如像美国 可能在西部 很多那些 那些食物的水果 的苹果园 产品 在法罗里达州 可能在法罗里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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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美国中部 可能很多谷虑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运输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我们那个 食物的储藏 那个需求呢 可以这么说 是更大很多 虽然我们开始 已经有所谓 有雪柜 很多冷藏 很多食物可以用冷藏的方法 但最终最终 大批的食物的运输 即食物 已经不是在本土 那个区域地方 种植到出来去用 是很多时候 是要运输在其他的地域 那么今时今日 还要跨国 是吧 船上可能也要成几 即一两个星期 也要用飞机 也要用飞机 也要快些 但在陆运方面 用火车也好 用火车也好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 制造一些食物 令食物 不会那么容易变坏 这个需求就越大了 好了 在早年 我们有家Kaiser Kaiser是一个好大的药厂 然后大家都听过 是Procter & Gamble 这两个 Procter & Gamble 是早年 做蜆芽 开始的 但一个是很大型的食物的公司 Kaiser当时建议 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油 什么油 棉花之油 我们知道棉花 当然棉花纸油是不能吃的 不要紧,我将棉花纸油经过特别的制作 我便可以将它成为一种好味道的油 结果他们两个合作就制造了一种什么油 这种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今次还有一种叫做Crisco Crisco是一种shortening 他们叫做shortening 初初我看到这个字 其实是植物油 Crisco是1911年开始了 我们知道一直是大量的广告、推销 令到很多很多的家庭都开始用Crisco 来制造这种食物 1940年、1960年、1970年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人类的病是增加得很快 从这种植物油出现 开始有很多种病不断地出现 其中一种病是什么病 你猜都猜不到 是什么病 是很多病 糖尿病 是的 我们在说糖尿病 我们在说油 为什么糖尿病会有很多呢 二型的糖尿病 是不断地增加的 好了 我们开始知道 其实我们的人类的病 这种病状 其实跟当时我们的社会上 出现了某种食物很大很大的关系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氏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刚才说到氢化油 我们现在继续说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开始说到 当我们的工业革命之后 和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口的膨胀 我们的食物是多了 我们懂得更种 我们灌溉 令到我们的食物增长很多 食物就不是即时吃得完 开始就要做那些食物 想办法去保持它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过去一百年来 是多了很多这一类的食物 通常这些食物 通常这些什么 除了我们的氢化油 含有氢化油 所谓植物 其实很 很误导人的 我经常以为植物油好 动物油不好 很多这些氢化油 有时候它就叫做 partially 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 你听见植物油 是吧 氢化植物油 你就以为是好东西 其实是很差的东西 除了这种食物 多了很多 很多精炼的淀粉 和很多精炼的白糖的食物 在过去一百年来 是多了很多 相对我们的人 一般人的活动 是减少了 通常就是坐在办公室 或者坐在家 看电视 很多娱乐 都是看电视 就算去看球 不是去玩球 都是看多的 所以我们多了很多 很多这类 我们叫做 新陳代疾的疾病 例如糖尿病 这一类 是一种新陳代病的疾病 但我们知道 一人的行为 是比较难改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问题 但是做多些运动 他们是难改的 不要吃这些食物 因为味道好 这些精炼食物又便宜 又味道好 现在食物比以前便宜 很多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改 但问题是很严重 我曾经所说 心脏病 心脏病差不多是头号杀手 尤其是女性来说 现在心脏病 一直增加了20-40% 如果食物里面的 总卡路利 如果你是那种油 我曾经所说的那种 植物那种 氧化植物油 是占1-2% 每日的进食卡路利 的话 你心脏病的危机 是会增加20% 甚至乎高至80% 好多 是非常之严重的 我亦都知道 其实这些化学物质 其实是一种很毒的 根本就不应该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出现 好了 那我们说回心脏病 心脏病是怎样形成的 大家也想得到 什么是心脏病 是为什么会是心脏病 心脏病 是 心脏病 是 心脏病 是一般人这样说 通常都是说 你的心脏的 供应血液给心脏的血管 心脏动物血管 是失了 是失了 导致突然之间 血液不足 供应 两份不足 那他就突然之间 就会收缩 或者 或者 抽缩 就是死亡 那样 好了 那在美国来说 每年 起码有成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死在 心脏病 可以这样说 在现在全世界来说 死得最多人的病 竟然是心脏病 那你会说 文明地方人似乎多些 但是原来发现 很多些 穷困些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 竟然心脏病 死亡的因素 也是排第一的 可以说 是跟那些传染病 你知道第三世界 很多都是担心传染病 药质 黄热病 这一类的肺炉 以及寄生虫病 很多人想着 死在这一类的 所谓叫做全染性的 就是那些感染性的病 但竟然在现时 那些所谓第三世界的 第三世界的国家 比较穷的国家 他们的头号杀手 竟然是变成心脏病 很明显 都是我们现在的 很多人的 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 食物 其实已经是跟我们民民人的 食物是很相似的 嗯 好了 那我们 反式脂肪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胆固醇 是有两类的 是吧 哪两类 可以告诉你 哪两类 高密度的胆固醇 和低密度的胆固醇 好 那分别两类 分别在哪里 高密度的 就是一些好的胆固醇 低密度的 就是容易积聚在血管里面 令到血管闭塞 如果你吃得多 trans fat 繁息脂肪的话 低密度的胆固醇 就会偏高一些 它会阻止高密度的胆固醇的量 所以很容易会有血管闭塞 那我们就发现 原来高密度的胆固醇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帮你清洗血管的 嗯 就是你血管里面 那些污脏东西 脂肪呢 是靠高密度胆固醇 帮你做清肚膚 清掉它 那正如你刚才说 我们那个反式脂肪呢 是会 就是会产生炎症 那是从而呢 是令到我们那些低密度 就是不好 那些 那些 那些胆固醇呢 是增加的 那我知道胆固醇呢 差不多是一个carbon chain 是那个炭蓝 炭蝉里面呢 是有30个carbon 一般的胆固醇 那所以呢 某个程度上呢 就是 脂肪的东西 就不是只是说 脂肪呢 或者油呢 是好或者不好 是视乎哪一类 和一个平衡的 好了 今时今日 我们所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健康的问题 不单止一个健康问题 那么简单 是一个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嗯 美国地方 就是其实很多国家 那个经济的开支 就已经令那个国家 那个地方是破产的 那香港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讨论了很多很多年的了 知道呢 我们是不能够继续维持 维系我这家 这样的医疗 那个服务 所需要的经费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不单止是一个健康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经济问题 那我和大家都说过了 好几年前呢 美国华尔街呢 就有一份报道呢 他说现在今时今日 在美国 导致美国人私人破产 嗯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呢 医疗 医疗费用呢 是病了之后呢 哇 那些高度呢 根本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是负担的 那 那当一个人有心脏病的时候呢 發作的时候呢 那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很急救的事情呢 嗯 大概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 如果你突然之间 心脏病犯呢 有些什么人会参与 有些什么会发生呢 那第一时间 当然叫救护车先啦 是啦 那首先又 帮他可能打针啦 给他一些药去吃啦 接着送到医院 接着有很多其他医护人员 要帮他check up 那全部都是要钱的 是啊 对啊 医护人员在救护车里面 嗯 已经有些paramedic了 是吧 那些救护人员是脱车来的啦 好了 那进去 那拖了先有急症室啦 那急症室是急症室的护士啦 接着急症室的医生啦 是吧 好了 接着呢 发现是一个心脏病啦 接着呢 就放在一间私人房间呢 那再有什么医生来啦 心脏病医生来啦 心脏病护士来啦 那所以可以呢 你都看到呢 就是一个心脏病法呢 所化的费用呢 是很惊人的 那帮你炎一下先啦 是不是 炎了之后呢 就做了一个叫做 Echo Cardiogram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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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ultrasound来到看你的心跳 那跟着呢 就做运动 运动心电图 那如果再不定的时候呢 就 通管啦 Cavitalization 是不是 可能即时呢 要做手术的 好了 在美国下 我现在说这个美国的数据 香港都不会便宜的了 如果真正要自己付钱的话 好了 如果一个人呢 真的有心 心脏病 病發的 那就以为有心脏病 那心疼痛 之类之类 他可能未曾 就是完全的 發作的心脏病 那 他经历了之后呢 如果到头发现 哎呀 你不是心脏病 暂时没有爆发 没有问题 那你大概费用多少钱呢 你大概多少钱 四千元 成一万元美金 哇 好了 如果发现呢 你结果你发现 哎呀呀 你真是心脏病啊 那要做很多额外的东西 那你知道你费用多少 四万元 四万元 哈哈 你可以看到呢 四万元 四七二十八 即是二十几三十万元 哇 那你一个心脏病法 那我相信呢 如果你这笔钱呢 你可以用在什么呢 用在 买一些好一点的食物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买那些 这些所谓 就是精製的process food 因为它又便宜 又方便 但是你想想 你说便宜 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除了一千人 当然我们不觉得 很多民航机 但是很多私人飞机 加加密也有成一千人 亦都是谋杀 康姆沙有成三万人 自杀有三万二千人 康姆沙最近没有看到 那个蝙蝠俠部出现 对不对 这些情况 又时不时出现了 当然大致报导的 有很多都没什么报导的了 那他们的数据 就大概有成三万人 即是被杀 三万二千人是自杀 那好了 那个交通意外多少 交通意外多少 交通意外呢 是十一万七千左右 每年是交通意外 好了 那你知到 美国打很多越仗 对不对 由韩战 越战 伊拉克战 那加加起来 是多少人左右 十万人 就是加起来 到目前为止 死了十万人 好了 癌症死亡人数有多少呢 五十六万 五十六万 那么多 好了 但是呢 如果是美国的心脏病 的死亡人数有多少 八十七万 八十七万 你可以看到 即是说 他那个死亡人数 是多过所有其他 那些加加万万 那所以 用的钱又那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经济 不崩溃也挺难 嗯 那我们其实要做 可以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饮食方面呢 至少呢 要健身有那个 反式脂肪 都避自质 一定要避自质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直接说到 没有的 没有反式脂肪 那些荒谬到哪个阶段 我们能够尽量呢 是要 就是 见到他的那些 所谓植物 植物油 是 partially hydrogenated 的 vegetable oil 呢 其实是反式脂肪 OK 所以你见到这个成分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再 斗这一类的食物 即是说呢 经常呢 是看着那个 那个标签 食物的标签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我们那个 就是很多 很多心脏病 是可以大大地减少的 好了 我刚才也提及呢 其实我们反式脂肪呢 不是只是 那个心脏病法 血管闭失 我们是说 糖尿病 糖尿病 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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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流行病 那糖尿病 是什么 是什么的问题呢 糖尿病 我们身体的胰岛素 是不能够制造 足够的胰岛素 嗯 或者呢 我们的身体的胰岛素呢 是不能够 身体不能够好好的 用这些 现有的胰岛素 嗯 所以很可能呢 你胰岛素是很多的 但你身体的细胞呢 是已经被那些 反式脂肪破坏到呢 胰岛素呢 是发挥不到作用的 那么胰岛素的作用呢 是怎么样呢 是打开我们身体的细胞 那些组织呢 让我们身体的血糖呢 可以进入去 被氧化 产生能量 嗯 如果当我们这个 这个胰岛素的鎖匙呢 打不开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时候呢 那我们血里面 就会有很多这些 未曾被处理得到的糖分 那这个就形成呢 就所谓我们第二型的糖尿病病的病人了 那你知道美国呢 因为数据在美国比较多些 那美国有成2400万美国人呢 是糖尿病的 嗯 每年啊 鼻鼻 他现在的大概估计呢 一个美国一个BB仔 出生了之后呢 他有三分之一机会呢 他将来会有糖尿病的 那你知道糖尿病的后遗症是什么 烂手烂脚都会有的 要切啦 是不是 还有呢 盲啊 盲啊 盲盲 盲盲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糖尿病 那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是神随欠 那你去洗神 那这些是设置啊 那这些 好了 在美国呢 用在处理的糖尿病的 你知不知道大概多少钱 是1750亿 哦 英文是叫175 billion 哇 比较一年 所以你初来你想想 其实那个 那个医疗的费用 是简直是 是惊人的 1750亿美元 每年只处理这些糖尿病 所以你初来你看到一些汽水 很多的甜品 糖分高的食物 精炼的那些 淀粉质的食物 你真的可以这样说 是应该避之质的 那好了 其实我们要处理糖尿病 我们不要等糖尿病出现 对不对 我通常呢 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 肥胖的问题 在美国来说 差不多是三个有两个 都是overweight 是过重的了 而其中呢 有三分之一 是直接是痴肥的 好了 如果我们能够 只是将肥胖的问题 是控制了它 OK 而将我们所谓的BMI 这个指数呢 是控制到21到20之间 我们的糖尿病 是可以减几多 四分之三 这么厉害 四分之三的糖尿病 只是如果我们能够 控制我们的体重 是已经可以做得到的了 OK 这是一个 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的十分仔 越来越远 就是运动少了 香港可能 那个运动的空间 没有我们以前 就是小时候多了 我小时候很喜欢 去蔡西湖 爬山 我整天都是街上玩的 但今时今日呢 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个 那个空间 那些空间 运动空间越来越少 那我要求十分仔 每天最好 就起码做到20分钟的 运动 怎么样都好 那还有呢 我们应该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那个食物部 就应该呢 全部呢 是禁止所有这些 凡息脂肪的食物 凡息脂肪的食物 那这个是一个 很明显 很明显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了 现在十分仔 那些食物那些 那些 通常是哪些 就是看电视 是啊 就是电视里面 是不断的帮我们的小朋友 在这儿洗脑 那见到很多十分仔 就看了之后呢 就会要求 是惯性呢 是要求呢 是要求呢 这种这样的食物的 那在很多美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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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已经开始呢 就已经进行呢 就希望呢 用立例的方法呢 是禁止这种的 食物的 那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 我们 我们 吃什么 我们就变成什么 就是You are what what you eat OK 那这个呢 就是 就是 食物的方面呢 我们知道呢 很多时候 这些这样的 所谓那些 那些 快餐食物啊 方便的食物啊 convenient food 因为它都是又便宜又快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是 就是我们 虽然我们的 电视那些 那些 广告呢 不断呢 是跟我们的小朋友 那些人洗脑了 那导致很多人呢 就指明要吃哪种 哪种汽水啊 哪种糖果啊 哪些的 餐厅 即快餐 快餐店的餐厅啊 那样 所以呢 就是 那问题很严重的 那你说 为什么政府不去管呢 其实政府是 没有什么能力管的 就是你没有想着呢 政府是 可以有很多资源的 其实政府在某个程度上呢 其实他都没有能力管呢 也都很不懂得点管 我刚才所讲下 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 那个 那个 其实呢 就是很多误解的 就是比如那个 那个 反式脂肪这方面呢 其实你都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教我们 是啊 真真正正正讲出 那个食物的真正 那个 那个成分的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钱咯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 这样的方便食物呢 为什么那么多方面食物呢 是这些所谓的 就是淀粉质的食物呢 因为淀粉质是 就是多的 一些谷类多了 是 那变得很多这些 所谓的快餐食物呢 快餐食物呢 快餐食啦 snack啦 这些零食呢 多数都是这种淀粉质 是 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种的问题了 好了 那作为一位消费者 我们经常都要解释 就是自己要自己警惕 是吧 那在我们平时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应该去 如何去购买呢 就是在一个 超市场里面 那我们用什么的原则去买东西呢 如果说回反式脂肪来计呢 那其实反式脂肪 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那我们有以下的名字都需要注意的 是 那它第一个呢 是 轻化菜油 跟着是 人造牛油 植物酥油 喜酥油 植物脂肪 硬化脂肪 菜油 中类油 都是 我们经常见到的名字 其实就是全都是反式脂肪 是啊 好了 那我们作为一个 去购买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呢 第一件事呢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比如拿起一个 一种食物 比如蔬菜 来的 是一个mushroom 那你mushroom 有没有标签的 没有标签 完全 可以这样说呢 完全没有标签的食物呢 就肯定 安全 最安全 最完整了 就是那样东西就是那样东西了 那所以呢 我尽量是买一些食物 是不会有标签的 那和在一般超市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的 通常呢 没有什么标签的食物呢 在会 那个超市的周边的 嗯 就是初初你进去的时候呢 初初是水果 蔬菜 你越进越深的时候呢 就开始那些 那些 那些所谓的process的食物呢 是越来越多 那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是 尽量是 尽量是 就是不要在一个 就是 不要在里面去买 嗯 是在外面那个 那个 就是周租那里 那里 那你看看 香港那个超市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是的 一进去就是 买蔬菜水果的 是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尽量都在那边 去到开始了 好了 那那个 那食物标签那里呢 其实有一个很荒谬的地方呢 我们 就是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 嗯 我们都最近 我们看了一份 一个很好的 在外国制造的 德国奖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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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 那我一会 会和你们介绍的 那也都会在我们 那个网上呢 就会 让你 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记得到的 那是的 那原来 这个纪录片出来呢 发现呢 我们经常很多时候呢 看到那个食物标签呢 说那个反式脂肪是零的 嗯 是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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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份 是零的 但其实呢 是否真的零呢 但是它成份里面 又有写这个成份 那所以如果当它说是零的 零的 即无含 即零成份的反式脂肪呢 嗯 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怎样的 可能会是零到零点五 那很多人完全想不到的 即是你当你看到的零 它说明零的 嗯 反式脂肪呢 其实不是代表真正是零 那原来我们的法律呢 是怎样写呢 如果你那个食物的每一个 每一份 每一个食物呢 如果它那个反式脂肪含量呢 是不超过多少 不超过半个gram 即是零点五个gram 即是零点五个gram 你就可以标签说它是零 嗯 这个真是很怪的数学 即是骗人 即是零就零 嗯 为何零是不等于零呢 这是我们的荒谬的标签法里面 才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暂时都不太知道香港 即是那个现行的法例呢 嗯 是不是又跟随外国的那些 好像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呢 嗯 基本上呢是 根据是骗人 是的 即零不是代表零 只不过零呢 只不过呢 零点 零点五公克的saving 就叫做了 好了 那它们做过很多的实验 那有机会呢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这饼 这饼录音 这饼录的 那叫做ingredients 那它也都要提及呢 跟大家分享呢 就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些这样的零的呢 是不是零了 还有呢 是很多的食物呢 去实验身去发现 发现呢 结果呢 所有说零的食物呢 其实完全都不是零的 那你知道食物呢 经过这些这样的加工啊 制造啊 那令到很多营养呢 其实可以说呢 是大大来到破坏了的 那我们就是 那结果呢 我就开始加一些维他命 那有些人打算加维他命 而打算在食物里面的维他命提炼出来呢 其实完全又不是这样一回事啊 原来很多这些所谓的维他命呢 其实好像维他命B在哪里来的 是那些石油副产品来的 有些细菌制造出来的 原来是那些癌石那里 那里制造出来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的食物方面呢 是问题是很严重 那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外面吃的那些快餐店的食物呢 其实大部分快餐店所用的工具呢 都是用这些这样的 就是很便宜啊 就是这些这样的用品 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盡量呢 就是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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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吃快餐店的食物 比如纽约市那里呢 在2008年呢 7月呢 就已经禁止了的了 加州呢 也都好像8月2008年呢 都是禁止了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们香港呢 是应该呢 是应该呢 是做同样的事情呢 是要求政府呢 是禁止了 就是现在很多政府落区啦 是 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 遇到问题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静默默地忍受就算了 是从来没有去想一下 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去做呢 那好了 那有个网址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他这个是那个叫做 一个一个律师做的 他的网址是叫做 banstransfets.com bans 就是禁止 禁止 禁止那个trans fatty acid 那这个的一个网址 还有这个 我曾经所说的资料的内容呢 其实呢 都是这柄 这柄 那个 录影带那里 那个录影带那里 那个录影带叫做 ingredients ingredients 其中的gred 就是那个贪心 就是贪婪 那在外国呢 是得过很多很多奖的 那我们呢 这些饼带呢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健康店 都有的 在中华呢 和我们那个 铜锣湾健康店 都有的 那我觉得呢 希望呢 大家呢 有兴趣呢 就可以呢 自己再进一步呢 真真正正去 看多些 明白多些 始终呢 我们叫做 知多些 是醒些 好 今集多谢袁医生 那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回诊 就打以下这个电话预约的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l.com.h www.naturall.com.h